我心想說 好,接下來 米至比啤腸 信實可富 氣欲難涼 米一點 再一橫,再一撇 看一下齁 點 一橫 再一撇出去 上面要讓它稍微緊湊 才有辦法寫 要不然因為它這個 這個覆蓋的東西比較多 稍微長一點點 好,這個先寫 點,點,再往上寫 拉下來 至於要多寬,其實也很難定論 但是基本上不能太寬 米 好 字,它是心部 那你可以先寫點 兩個點先寫 然後再一束下來,再往右上 提 接到 右邊的筆畫來 好,往上提 回來,這個稍微拉長 再稍微短,往上提 你也可以直的 也可以稍微往後再往前拉 點 米字 擠長 擠 往右上稍微 然後按下來 稍微重一點 但是呢 這個不能寫在正中央 因為寫在正中央,左邊就很空了 就會形成結構上的一個 呃 PTAS 尤其左邊比較空隙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讓它右邊也有 左邊呢 也能夠照顧到它的長 這樣就可以了 擠長 那長的寫法呢 那長的寫法呢 一般來講先寫 橫畫先寫 穩定了以後 再畫下來 竖畫 然後 一 二 三 從 走下按 中 然後往右上寫 然後從這裡再 拉下來 挑上去 從這裡 撇出來 往下按 接過來 那這裡有一個虛畫 可以 如果你真的怕 有點亂的話 這個虛畫可以 溢到了就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跟著畫到 好 你至己長 信時可復 信 這個信呢 人之不 啊 還是可以 還是不能避免啊 好 這樣過來 好 點 橫畫長一點 再短一點 好 往下 往右上 畫下來 拉 這樣就可以了 是 是人之不 有一點硬帶 橫畫 往下畫一個 口 但是橫筆 比較橫的 好 稍微站直 再往 左下畫 好 往後拉 停 不一定要 往前拉出去 啊 信時 這樣 拉長一點點 信時可復 可 這個 橫畫稍微長 然後 再回帶過來 往下畫 再往上 然後稍微往下 按了一下 好 然後再拉上來 直或是往後都可以 信時可復 好 那這個 副比較特殊 這樣過來 然後 扁的 比較扁的寫法 這樣過來 好 那 以前 的步手改變 常常用這種方式來改變它 好 副 好 好 這個橫畫也可以把它淹沒 從這裡直接畫下來都可以 可是呢 我們這邊有輕微的筆畫 讓它看到 好 往 走下 然後 雖然有一點點平行 但是事實上是有點弧度的 好 這樣過來往後 暗藏 這樣就OK了 信時可復 氣欲難養去 氣呢 可以改變一下寫法 是有四個口 一 二 兩個口 然後呢 可以寫大 那也可以寫公 然後這樣寫 再接上來 你要這話 要讓它稍微直一點 不能太寫 往後再往前 稍微 帶過來 氣 欲 撇 再往上點 再撇長一點 再帶 上來 還有一個口 再上來 好 這樣直接會帶上 就不一定要在那邊收筆 好 這個就收筆 拉長一點點回來 欲欲難糧 這個欲呢 步手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簡化 因為實際上比較 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簡化一下 好 這樣寫就好了 這樣過來 然後呢 追 從這裡按 往這邊帶 直 有一點直 但是有一點點傾斜 好 這橫畫先寫 然後從上面畫下來 直一點 一畫 停 二畫拉 到這裡接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直接就收筆 也可以往下一點點回收 好 量 量呢 這個 因為上下 比較擠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可能筆畫寫比較細 或者比較緊一點 結構上比較緊一點 也可以 或者是 筆畫比較細 都可以 好 這個 好 這畫拉長 好 從下面 有一點 往左下 要算右下 好 彎 一 二 往上提 從中間 你也可以直接到這個 橫畫都可以 然後上來 一 二 收筆回來 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我們寫的這個單元